我要一个新屁股 新西兰唐麦克米连著 罗斯金奈尔德会 中信出版集团出品 一个新西兰的小男孩 突然发现自己需要一个新屁股 那么他的屁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我要一个新屁股 我的屁股裂了 我从镜子里边看到 后背下面有条缝 是我从滑梯上滑下来造成的 还是因为我从楼梯扶手上滑下来造成的 或者是在我参加自行车越野赛的时候 还是因为我放了一个屁 其实屁股就裂了 嗯 肯定是因为放了一个屁 把我的屁股吹开了 分成了两块 现在我该怎么办 我要一个新屁股 绿色的屁股 或者蓝色的屁股 肥肥的屁股 或者瘦瘦的屁股 木头的屁股 或者罐头铁的屁股 为什么不来个有艺术感的屁股呢 一个让人念念不忘的屁股 顶部画着水彩画 底部画着壁画的屁股 或者黄色斑点的屁股 紫色圆点的屁股 彩色的屁股 有天赋的屁股 一个在我什么都没穿时 闪闪发亮的屁股 一个和爸爸的内裤一样 闪亮的屁股 或者是一个外星人的屁股 用金属钛做成的 防火 防弹 防暴 我想要一个 有安全保障的屁股 一个合适的屁股 一个骑士的屁股 穿着盔甲的屁股 Oops 一个镀铬的屁股零件怎么样 这有什么不好呢 我说 就好像20世纪60年代 美国运动跑车的车屁股那样 用各种零件组装成的屁股 有光滑弯曲的银色长条 在夜晚朝后方 照亮的左右 各有一个车灯 屁股有了保险杠 我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因为保险杠裂了 可以修 瞧 这是乔的屁股零件修理厂 他们那里卖二手的屁股零件 只是不接受刷卡 但是一个装了保险杠的屁股太大 差不多有一吨重了 我改变主意了 我想要一个轻一点的屁股 这样我去上学的时候 才不需要有专人用叉车 把我举起来 一个火箭屁股怎么样 点着了 就能发射出去 一个机器屁股怎么样 有很多的手 可以拿很多的道具 为我喝果汁 现在这样的屁股啊 必不可少了 卖狗 我需要一个新屁股 我们家的狗只卖五元钱 哦不 我想一切都来不及了 我注定要有一个裂开的屁股了 我坐在自己已经裂开的屁股上 没人照顾 没人分担 等一下 我听到了什么 不 不 不 这太不可思议了 难道屁股裂开也会传染吗 爸爸 你的屁股裂缝露出来了 爸爸 我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 2 2 亙 2 2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